請問一下李妍 李妍我們知道你從小就很想當記者 對 可是說你真的當上記者之後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好啊 也做得很好 但是你自己卻不開心 小時候最想要做的是戰地記者 戰地 對 他就覺得很酷 我就懷抱這樣的夢想 進到電視台就發現說 其實台灣根本也就是 沒有所謂的戰地 或可以讓你去這樣子 那我就開始做 就是像財經記者 還有政治記者 可是說不開心是什麼 就是因為太有報復 太想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之後從記者變到主播之後 我就覺得不行 我要一心要改變 我們的新聞這種環境啊 所以我不想要做一些社心山的 我想要做一些就是 專業的財經 或是一些政治相關 可以改變整個社會的 你知道老闆或是長官 他們會覺得這個東西 你做了又沒有收視率 然後沒有人會看啊 等等之類 所以其實就是 那時候就變成 我很想要做 但是都是一直無法做 然後加上呢 很多人都以為主播是 其實薪水很多 但真的還好 所以就這樣子 一來一往之下 我會覺得哇 就是想要做東西又做不到 然後其實薪水也沒這麼的多 那就覺得很痛苦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是不是覺得好像自己 有點開始不是那麼的 適合這一行的 好 那後來你也決定 真的轉換跑道 嗯 那跟你原來所期待的 有沒有落差 我本來是一個 沒有真的特別相信 不太會去算東西的人 但那時候就是因為很 算命啊 或等等的 那其實那時候就有點 開始有點猶豫說 到底要不要放棄這個工作 因為畢竟呢 就是主播還滿好聽的 然後爸爸媽媽也很開心 是個頭銜 是 對 爸爸媽媽也很開心 就想說我女人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想說 到底要不要轉換 然後呢剛好就是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會去算命 他就跟我說他算得很準 然後問我要不要試試看 我就想說好啊 就試試看 但是呢他跟我說 他是去摸骨算命 但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港片看太多了 每次看到那種摸骨有沒有 你就會把他想就是 該不會我要全身拖光光 然後趴在那邊 然後這樣子按啊 或幹嘛的 我就想說你確定這是 好的嗎還是 那是三集片的 對 他摸得滿仔細的喔 很仔細 對 好仔細喔 就很擔心說 我一個女生這樣子去摸 你摸好嗎 他摸字面還背面 沒有我就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幻想是這樣 因為聽到摸骨 就覺得不是很好 結果後來我一去才發現說 其實你知道他是摸哪裡嗎 因為我以前 他就說呢 其實他摸的是頭骨 因為人就是在長大的時候 你的面容啊 身高會改變 但是你的頭骨 其實是不會變的 所以你出生 你的頭骨一生出來 是那樣子的話 其實就注定 你的命運或什麼 就是你的頭骨 就完全可以看出來 老師他就幫我摸摸摸 他就先摸了我的這個側邊 他就說我有個側腦骨 他說你有這側腦骨很棒耶 然後我就說很棒 為什麼 他說因為通常有這側腦骨的人 表示他其實是反應很快 然後他是很有格局的人 但是你知道通常我們女生啊 其實如果有這兩塊骨頭的話 會很不喜歡 因為你頭啊 就會看起來非常的大 然後以前我在做主播的時候呢 每次舒嬅師要幫我畫 就吹我頭髮的時候 他就說 你這兩塊真的很討厭 我還要特地幫你把這邊再吹高 才不會顯得是正方形的感覺 那裡會的角度出來 就是這邊有兩個角 你知道嗎 我本身也有這個 也有 結果 那很棒耶 你知道我們這種頭啊 很難買安全帽 對 對 所以你們開車是最好的 開車最好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買 女性標準頭型的安全帽 我只能戴男生的 對 這邊會兩塊凸起 對啊 會 然後 我認識妳幾十年 我真的不知道妳這邊 妳長得很怪耶 怎麼長得很怪 幹嘛人生不羈 其實是怎麼樣 講得我好像是畸形是不是 篤霖哥妳剛剛在摸 好像在摸天線喔 真的 妳要是沒有這頭頭髮 妳真完了妳 我跟你講 剛剛吹高對不對 我認識李型老師 妳不要給我亂指點 對啊 所以通常我們就是把這邊吹高 後來林老師還說的 馬雲也有這樣的頭型 真的喔 那我就開心了 對 除了這個之外 他就摸到我 還有我前面 他就摸到我三個之後 他就 你知道驚為天人 他就說 你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就是鼓相 然後他就說叫做 降帥鳳梨鼓 哎呦 因為很威猛對不對 他就說呢 好有氣勢喔 這沒有三顆星也五顆星 對不對 他就說是那種女將士的感覺 那什麼叫降帥鳳梨鼓 那時候聽的時候 我想說什麼東西 其實就像這個東西 梁鴻玉 不是 你有看過那個 像唱這種唱戲的啊 通常這種降帥 他們就是會戴著這個頭盔 然後這邊會有兩條 這個叫做鳳梨 然後其實呢 就等於說我這頭盔呢 中間是這樣有一槓 然後旁邊會有兩條 這一個 對 他就說其實這東西呢 通常都是在古代的時候呢 是那種主帥啊 將軍才會有的 這樣出來帶著的 所以他就說 我有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表示說 包含像是在我的體力部分啊 還有腦力啊 跟口才等等啊 都是會是很好的 然後我的格局也是比較大 然後反應也是非常的快 所以你在念書的時候 不是運動健將 蛤 對不對 還OK啦 還可以 然後就是很愛講話 反應又很快這樣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這樣子的話 就非常適合做這種主持啊 或是講話等等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還蠻不錯 然後再來呢 他有摸到我的後面 我的後骨 因為其實我也不是很埋怨 我的後腦的部分 因為他就說通常的人 女生的頭型都是要圓圓的才漂亮 是 空頭那樣子 但是我的頭骨呢 在我這邊有個枕骨的部分呢 我是有一個這樣凸起來 就反而是凸起來的一個枕骨的部分 他就說呢 我這個叫做所謂的 後枕有靠貴人多 對 就是而且我是那種 要異性的長輩員啊 會特別的好 然後他就說 只要我肯開口 或是肯去外面找的話呢 我的貴人其實就會一直來 所以他就跟我想說 你就是可以 也許可以試試看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吧 既然我又是將軍 然後又是這種聰明 然後又有貴人 想說那可以試著換換看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想說 好 那我就下定準心 我就辭職 結果呢 消息放出去沒多久之後 我之後就有一個男性的一個 以前是我們的長官 他就剛好就來找上我 就說他剛好有一個節目 想要來運作啊 問我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談一談之後就覺得 哇 就真的都很順利 然後也都是我 剛好也是非常在行 也很喜歡的 然後加上收入也因此 就增加了蠻多的 所以我就覺得 欸 這是還蠻酷的這樣子